欢迎来到成为学基因 那么我们这个节目呢 主要是给大家介绍 基因组学和临床分子诊断的最新进展 上一期的节目呢 给大家介绍了 Illumina测序的化学原理 那么这期的节目呢 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Illumina High-Sec测序1的工作原理 也就是芯片上发生了这么多变化 High-Sec是如何把这些信息给读出来 并且把扫描出来的荧光信号 又通过怎样的一系列的加工 变成可以识别的ACGT的剪辑序列 High-Sec呢 它首先是一台高精度的显微光学扫描仪 然后呢 再派上了一整套的液流系统 和计算机软硬件 再加温控系统 组成这样一台测序仪 其中最核心 也是结构最复杂的 是它的光学系统 前一期 我们讲了 Illumina测序仪 主要是靠四种DNTP 分别带有不同的荧光集团 在被激光照了之后呢 发生不同的荧光颜色 再通过对光的颜色的分辨 可以判断出到底是哪个剪辑 我们先来说它的光路结构 这里呢 我们要说明一下 感光元件CCD 它本身是色盲 所以它一定要配合绿光片 才能分辨出颜色来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HiSAC的光路图 左边这两个元器件呢 就是激光器 一个呢 发出红色激光 另外一个呢 发出绿色激光 其中 红色激光 主要是激发A和C 这两种剪辑上的荧光集团 而绿色激光呢 主要是激发G和T 这两种剪辑上的荧光集团 红色和绿色这两束光 通过一面半透半反镜 然后组成一道激光 这道激光呢 打在Flucell上 那么请注意啊 Flucell就放在这个位置 在Flucell里面 结合在DNA上的那个荧光集团 在激光的照射下 就发出荧光 那么荧光呢 通过三面半透半反镜 和一面全反镜 被分成四条光路 这四道光线呢 分别通过一个绿光片 这四张绿光片呢 它的绿锅锅长又是不一样的 这样 这四道光在经过了绿光片之后 就变成了四种颜色不同的光线 然后这四条颜色不同的光线 各自照在一面反射镜上 通过反射镜呢 进入到CCD 然后呢 再四个CCD呢 就进入到不同颜色的光线了 那么HISAC的这个光线扫描呢 它是线扫描 和我们传统的相机不一样 传统的相机呢 是个面扫描 那么HISAC呢 采取了一种特定的 叫TDI线扫描方式 TDI呢 是Time Delay Integration的缩写 在HISAC上 之所以采取TDI扫描方式 因为它有非常明显的优点 那么第一个优点呢 就它的扫描速度非常快 在HISAC2500上 从Floser的 一个Lane的一头 扫到另外一头 也就一个SWARCE的 这个扫描时间 大概只有20秒钟不到 那么第二个好处呢 是它的扫描精度非常高 在最新的HISAC V4版的实际上呢 它的光点的密度 大概可以达到 每平方毫米 90万个点 那么要扫描清楚 这么高密度的光点 这个扫描仪的扫描精度 都是可想而知的 用TDI扫描的第三个好处呢 是这种方式 可以把Floser的上表面 和下表面都扫描到 接下来呢 我们再要详细介绍 这张Floser 那么先来看一下啊 这张Floser呢 有点像一张再播片 那么在这一张片子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做了八条通道 那么每一条通道呢 我们成为一个Lane 这八个Lane之间呢 相互是隔绝的 那么每个Lane的两端呢 各有一个小孔 这两个小孔 就是液流流进流出的地方 每个Lane的上表面和下表面呢 都分别以供价件的方式 中了两种DNA引物 那么这两种DNA引物呢 是与文库接头的两头序列相互补的 那么上一期呢 我们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一个Lane里面呢 分成两个面 上表面和下表面 上表面和下表面呢 都是中了这个DNA引物的 也都是可以产生测序数据的 这每一条Lane的每一个面呢 又被分成了三个扫描通道 每个扫描通道呢 我们称为一个Source 每条Source 是从头到底被连续扫描的 但是它的数据 在进行数据分析的时候 是被分割成16个小方块 这每一个小方块呢 被称为一个Tile 那么这样呢 一张FlowCell 总共就是768个Tile 那么每个Tile呢 在扫描的时候呢 会根据四种颜色呢 产生四张照片 扫描完了之后呢 就要进行图像处理 那么 扫描出来的最原始的文件呢 它的格式是TIFF文件 TIFF文件呢 记录了每个像素点上 它采集到的光强度 TIFF文件的优点呢 它是完全无损 保留了所有的原始信息 但它也有它的不足之处 它的不足之处呢 就是它这个文件太大了 它的数据量很大 既不便于数据的传输 也不便于数据的存储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计算机软件呢 就把图像文件 转化成光点文件 光点文件呢 叫BCL文件 也就是base calling的 英文缩写 要把图像文件 转化成BCL文件 那首先要做的纸巾呢 就把四种颜色的四张照片 组合在一起 变成一张有四种颜色的彩色照片 那么这其中呢 首先要解决的是 四张照片在空间位置上的匹配问题 因为四张照片呢 是通过四个CCD分别拍下来的 所以呢 会有一定的空间上的偏差 那软件呢 要通过对四张照片上 亮点的相互比对 找到最合适的匹配的位置 那么这里呢 我们要说明一下 如果背侧的文库 是简积不平衡的文库 在这个空间匹配上 就会遇到问题 那么什么叫简积平衡呢 也就是说 在测序过程当中 每个循环 ACGT四种简积 都是比较均匀的存在的 那么最典型呢 是人权基因组文库 这是一个典型的简积平衡文库 那什么是简积不平衡文库呢 最典型的就是PCR扩增值产生的文库 因为PCR是有特定的起始为点的 所以在测序过程当中 特定的某个循环所测到的简积 是相对固定的 那么在测这个循环当中呢 某种简积就特别多 而剩下的三种简积呢 就特别少 那么这在反映到照片上去的时候呢 就变成一张照片特别亮 光点很多 而其他的三张照片呢 就特别暗 上面的光点就很少 这时候 如果要软件做空间上的比对 软件就会觉得困难 因为对于那几张暗的照片 软件很难判断上面的光点 是否与那张亮的照片上的光点 真正对得上 那么结果呢 就判断出的可靠性 就变差 最后呢 就是测序的数据质量就变差 有效数据量也会变少 要解决这个问题 办法 是在测序过程当中呢 参入一些简积平衡的文库 例如 参人权基因组文库 或者可以参 Illumina提供的 标准的FIX文库 那么这些呢 都是简积平衡文库 那么它的作用呢 是在每个循环当中 为每一种颜色的照片 都提供足够多的亮点 那么这样呢 它可以弥补 那些不平衡的文库 当中缺亮点的这个问题 那么 当把四种颜色的光点 组成一个文件之后呢 软件 就会生成一个BCL文件 BCL文件呢 就是光点文件 那么它对每个光点呢 记录了以下的内容 首先 这个光点处在哪个内容里面 其次 这个光点在这个内容的 哪个Tile里面 那么第三呢 就是这个光点在这个Tile的 X轴和Y轴的 坐标位置 第四个呢 是记录了 这个光点当中 红黄蓝绿四种光的 对应的光墙 这个图呢 是BCL文件的一个4E图 那么实际上呢 BCL文件是二进制文件 无法拿来直接阅读 那么也正是因为BCL 难以阅读 并且很难改动 所以BCL文件 几乎不存在做假的可能 在测试过程当中呢 有许多测试客户 会要求 测试公司提供 原始的测试数据 那么如果客户是包内 或者包Flucell的呢 一般测试公司 是可以提供BCL文件的 那么客户在拿到BCL文件之后呢 可以用BCL2FastQ这个软件 把BCL文件呢 转化成FastQ的序列文件 那么以此呢 客户可以来验证测试公司 提供的数据是否是原始的 是否是真实的 再说一下最初生成的那个TIF文件 因为TIF文件呢实在太大了 所以测试呢 在测试过程当中 只把TIF文件作为中间文件 最后呢是把这个TIF文件删掉的 那么客户如果想要原始的图像文件呢 在HiSEC V4之前呢 可以让测试公司保留SIF文件 SIF文件呢 是一种彩色图案的向量文件 它的优点呢 是比TIF文件的数据量要小很多 测试公司把SIF文件给客户之后呢 客户就可以看到原始的这个图像文件了 但是请注意 在HiSEC升级到V4之后呢 保留SIF文件这个选项是被取消掉了 所以 对要测V4Lane的客户来说呢 是拿不到SIF文件了 如果您想及时看到最新的每期成为学基因的视频呢 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成为学基因 扫描左边这个二维码 或者在微信公众号中找到成为学基因 就可以加关注了 接下来呢 那我们讲一下简际识别 那么之前呢讲 四种DNTP 各标一种荧光集团 红黄蓝绿 四种颜色 根据颜色来判断简际种类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是一种简化的说法 实际情况要比这个要复杂得多 我们来看这个图 这是两种荧光素的 它的荧光的波长图 那么我们会发觉 这两种荧光素 它发出来的发射光 它在波长上是有交叠的 那么在这个X这个位置呢 主要是绿色荧光素的弓线 但是呢 蓝色荧光素也有少许贡献 而在Y这个波长的位置呢 蓝色荧光素是做了主要贡献 但是绿色荧光素也有少量的贡献 在实际的测序过程中 是四种荧光素的发射光谱 相互有交叠 相互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那么现在要做的事情呢 是把ACGT四种荧光素的贡献给拆开 那么首先呢 我们就要确定四种荧光素 在四个被测波长处的贡献率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表呢 就是四种荧光素 在四种波长的贡献率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四种荧光呢 在四个波长分别有不同的贡献率 这样呢 就组成一个四乘四的贡献率表格 那么我们在实际的数据分析当中呢 等于解一个四圆一次四连方程 因为是四个微之数 又是四个方程 所以肯定是可以解出来的 那么说解方程呢 有点复杂 那我们来打一个比方 让大家来理解这个事情 假设有一家饭店 那么它呢 有四个熟客 加一饼丁 那么它日常呢 又提供四道菜 猪肉 白菜 黄瓜 花生 那么这个大厨呢 知道 夹最爱吃猪肉 乙最爱吃白菜 饼最爱吃黄瓜 顶最爱吃花生 那每个人来饭店之后呢 主要吃自己最爱吃的 但也会吃些别的菜 但别的菜呢 吃的都不是太多 那么这个大厨呢 他不到前台 看不到今天来哪个客人 那么如果这个大厨想要知道 今天来的客人是谁呢 他有什么办法呢 看今天哪个客人是谁呢 每个菜被吃掉的最多 如果今天被吃掉的菜 最多的是猪肉 那他可以大致的判断 今天是假来过的 如果他今天看到 吃掉的最多的菜 是白菜 那很可能是已来过的 那么其他呢 到底也是一样 那么希望呢 这个例子可以帮大家 来理解一下 这四个荧光 和四种剪辑的判读的关系 接下来呢我们再讲一下 Facing和Prefacing 那么在Illumina测序过程当中呢 一个处大概有5000个到1万个分子 但是在边合成边测序的过程当中呢 每一步没反应 理想情况下 应该 这5000个分子 都延长一个剪辑 但实际情况呢 总有少量的分子 没有完成延长反应 也就是说 总有少量的分子会掉对 那么我们称呼 这种掉对的现象呢 叫Facing 那么Facing呢 主要由于霉活性不足 引起的 那么如同所事啊 掉对的这个分子 它所发出的荧光信号呢 和大部队 所发出的荧光信号 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循环次数越多呢 掉对的分子就越多 所以测序越到后面呢 它Facing的这个分子数就越多 最后呢 这个信号的可靠性呢 就越差 那么除了掉对的分子呢 还会有一部分分子 会跑得超前 也就是在一个循环当中 它延长了两个剪辑 那么一个循环当中 延长了两个剪辑的最主要的原因呢 是DNTP上 那个标记的迭旦集团掉 因为我们知道啊 这个迭旦集团啊 是非常容易 从这个有机化合物上掉掉的 那么 当迭旦集团掉掉之后呢 这DNTP的三亿域端的枪 就暴露出来的 当丢失了迭旦集团的这个DNTP 加到三亿域端之后呢 它的聚合反应不会中止 而是会继续往前走 那么 当再加上了一个 带迭旦集团的DNTP之后呢 这个聚合反应才停下来 那么这样的后果呢 就是一个循环 某些分子 会合成了两个剪辑 也就是说比大部队多走了一步 那么这个多走了一步的剪辑呢 它所发出来的荧光颜色呢 也是和大部队不一样的 在Illumina测序过程当中 Facing和Prefacing 是限制测长的最主要原因 也就是说 随着循环不断进行 越来越多的分子掉对 还有越来越多的分子超前 然后他们所产生的噪音 掩盖了大部队的信号的时候 也就是测序开始测不准的时候 在HASIC测序当中 从第十二个循环开始 在计算某个光点是哪种剪辑的时候呢 就要把Facing和Prefacing的影响 纳入考虑 Chastity和Passfield 为了对这个光点当中 荧光树的纯粹程度 进行一个描述 Illumina公司呢 定义了个标准 叫Chastity Chastity的定义就是浓度最高的 那个荧光树的量 去除以它自己加上 排名第二的荧光树的量的和 用更加通俗易懂的话来说 就是老大比老二如果大于等于1.5倍 这就是个好剪辑 如果老大比老二不足1.5倍 那就是个坏剪辑 Illumina对每个read的质量呢 都要做一个检验 这个检验呢就叫Passfield检验 检验的标准是看前25个剪辑当中 有几个是坏剪辑 如果只有一个或者没有坏剪辑呢 这Passfield就通过 如果有超过一个以上的坏剪辑呢 Passfield就不能通过 那我们平时说测序服务保证多少PF data 指的就是Passfield的数据 Passfield最主要的作用 就是把那些一个光点当中 含了几个cluster的那些点给去掉 那么只剩下那些纯粹的单客龙的read 作为合格的数据 提交给客户 我们平时说PF率 指的就是Passfield的read数 在总的测道的read数的比例 PF率呢 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测序的质量 一般来说呢 如果上样密度过高 PF率呢 就可能会下降 一个检验的quarty score 也就是这个检验的质量分数 那么这个呢 是通过这个检验被误判的可能性 换算出以10为底的对数 再乘以-10得到的这样一个数字 那么这个Q值呢 有点像我们说黄金的纯度 我们说39金或者说49金 就是指99.9%的纯度的金值 或者是99.99%的纯度的金值 那么我们平时说Q30 Q30就是指一个检验的可靠性 达到99.9% 或者说它的出错的可能性 小于千分之一 同样道理我们说Q40 就是指一个检验的可靠性 是99.99% 或者说它出错的可能性 是万分之一 那我们经常说Q30比例 所谓的Q30比例 就是在全部PF的数据当中 达到或者超过Q30 质量标准以上的数据 占所有PF数据的比例 叫Q30比例 那么Q30比例呢 可以表征一个测序过程的质量的好坏 那么一个简积的质量分数呢 不是以数字方式 直接记录到最后的FastQ文件的 而是把它的Q值加上了33 再用阿斯卡码表 转换到一个字母 把这个字母记录到FastQ文件 那么这样做呢 有两个好处 如果我记两位数字 那么就占两个字节 那么现在用一个字母来记录呢 那只占一个字节 那当然空间就节省了很多 那么第二个好处呢 是用阿斯卡码字母表呢 一个简积只对应一个字母 那么如果是用两位数字来做呢 就有可能发生一码错误 而用阿斯卡码一个字母来做呢 就不太容易发生一码错误 在软件做完上述的所有的数据处理之后呢 就会生成一个FastQ文件 那么FastQ文件里面呢 主要包含了三部分内容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每个read的目录信息 也就是这个read来自于哪台 HISAC 第几个run 第几个lane 和第几个tile 以及在这个tile的 xy轴的什么位置 那接下来呢 就是所测到的简积的序列 最后呢 是这些简积系列 对应的质量分数信息 那这个呢 就是FastQ文件 那么到FastQ文件之后呢 测序仪说要做的工作 就完全完成了 以上呢 就是HISAC测序仪的基本工作原理 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